中國去年年底掀起反對政府嚴厲清零政策的白紙運動 其間成為發布示威活動消息的一個推特帳號 叫李老師不是李老師 最近接受《紐約時報》訪問 他本來是一個身處意大利米蘭 在藝術院校畢業的年輕畫家 但因為在運動期間 經營社交平台而成名 運動過後 他在中國的所有銀行 支付戶口等等都被凍結 父母也經常被公安滋擾 並愛幾乎每個星期 都會受到死亡威脅 雖然如此 他說自己之所以能夠堅持 主要是出於對國家和人民的愛 《紐約時報》在12日發表這篇專訪 在去年年底因為中國防疫政策 李詠已經有三年沒見過他的父母 在這個時候 中國爆發了白紙運動 他將自己的推特帳號 李老師不是李老師 變成一個信息中心 中國民眾向他傳送一些 會被官方審查的相片 影片和其他目擊者的描述 有時每秒可以收到十幾條訊息 之後他的帳戶很快成了名 追隨仔在幾個星期內急增50萬 報導指出 對中國當局來說 他是一個製造麻煩的人 而對一些中國人來說 他是反抗專制政府 和鐵碗領袖習近平的超級英雄 沒多久之後 清零政策結束 一年過去 李詠認為白紙運動只是一個開始 他還未結束 紐約時報指出 31歲的李詠 由一個年輕的藝術家 演變成為反叛的網絡名人 過程中經歷恐懼 內疚 勇氣和希望 而李詠從來都沒有刻意要做英雄 他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有時哭著想要放棄 但由於中共的懲罰不斷加碼 他沒有退路 只能一直向前 李詠如果回中國會是非常冒險 李詠在2015年開始 就在米蘭就學和生活 由於他合作的公司 收到來自中國大使館的一封信 令他沒有在當地的唯一收入來源 另外 李詠除了每個星期都收到死亡威脅 還試過有男人進了他家 以他家的地址 只有中國領事館知道 而為了安全 他過去一年搬過四次屋 李詠到現在 都還用著同一個帳號 成為個人經營的新聞中心 每天都有中國人 傳送大量在媒體登不到的訊息給他 去年民眾大多數抱怨風控 隔離 沒有食物食水以及暖氣的情況 而今年大部分都是關於各種示威活動 李詠每天最少 用5-6個小時在推特 他很少離開家 甚至經常都不休息 大部分時間他都自己煮飯 每當有大新聞的日子 他才會叫外賣 李詠說對於對中國發生的任何事 可能都不意外 也理解他們為何會這樣做 在收入方面 推特帳戶帶給他的收入是微乎其微 例如由10月15日到11月10日 帳戶瀏覽量超過3億 但收入只有280美元 為了增加收入 李詠在7月開始Youtube頻道 發佈評論中國時評的影片 他說廣告和捐款 每個月的平均收入有3000美元 終於養到自己和2隻貓 李詠認為 民眾在白紙運動之後出現了改變 中國人開始意識到 他們有爭取自己需要的權利 他相信網絡長城 已經出現了裂縫 他的追隨者數量 比一年前翻了一倍 有140萬人 或者意味更多中國人在用VPN 或者有更多人 關心國家發生的事 好像大家的精神狀態 都出現了很大的變化 他雖然被一些中國人視為英雄 但是現實中只是一個失敗者 他相信中共很想捉他回中國 李詠覺得自己是一個沒有將來的人 隨時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有幾個人破門入屋 然後他就要跳樓 或者說他有嚴重憂鬱要自殺之類 李詠希望有一天 可以繼續拿起一支畫筆 但他已經沒有時間畫畫 他也鼓勵更多人 開設新能性質的帳號 中國能否成為一個民主國家 或者更自由 更開放的社會 這很難說 但每個中國人都可能要問自己 是不是想要這樣的社會 是不是願意為此付出什麼